彩剑世界连接你我 欢迎回来 那现在冷冬即将来临 能源危机也继续持续 煤炭也出现了一些 供不应求的情况 而且价格快速的上涨 也是众所周知 美国也是暂停了 绿色能源转型 重启燃煤发电厂 掀起了这波煤炭的涨价潮 抢购潮 中国方面已经严格限定了 这个价格 但是煤炭价格冲高的局势 还是没有变化的 再看到内地房地产市场方面 有一定的松绑的迹象 但如果就算是融资方面松绑 到底能不能为内房市场 带来一定的回春的效应 而北交所的正式运营 会不会对于内地资本市场的格局 产生一些根本上的改变 或者是重大的影响 现在我们来立即连线 会为国际的投资总监 徐伟华先生来为我们解读一下 徐先生你好 徐伟华先生你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就是煤炭市场 大家特别关注的过冬问题 煤炭市场的复苏 原因之一 可能是疫情导致一个原油 导致这个油价的暴跌 那油气投资也减少 并且可以说随着经济的 慢慢的复苏 天然际价格也飙升 促使大家可能会选择一些 更加经济的一些形式 比如煤炭 第二个方面就是气候影响了 今年很多这个 对气候方面的这个预估 是会非常的寒冷的 所以寒冬导致这个取暖需求 也会急剧增加 电力需求也随之上升 煤炭市场再次强劲 那么您觉得这是否表明说 煤炭资源在未来 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边 它还是可能会成为一个 刚需型的能源 尤其是在气候变化 不稳定的时候 它可能是 大家无法放弃的一个选择 如果说实现转型的话 会不会不像预期的那么快 而中国也承诺 在2030年要实现碳大峰 那么这个要达到 这样的一个目标 其中会面对的 哪些方面的压力 会是最大的呢 首先我们看到 这次在北半球冬季来临之际 煤炭的价格是出现了飙涨 我们知道这里面 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 一个确实是因为天气逐渐寒冷 煤炭的需求在激增 那么第二个方面 我们也看到实际上 宽松的货币政策 造成了全球出现了 一个强烈的通胀率期 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 全球能源价格 现在都是领创新高 至于说市场普遍认为 现在是否会有一场新的 全球能源利益 那么第三方面 就是说我们知道 之前整个社会的经济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很多地方出现了中断 包括工业也受到了影响 那么现在随着各个国家 逐渐走入正常 那么会突然出现一个激发性的 一个经济增长的需求 那么这也带来给能源的需求 从三个原因造成说 现在煤炭的价格上涨是非常迅猛的 当然我们看到至于说明年煤炭 是否还会短缺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彭博的报道 美国的很多煤炭矿商 包括Archry Sources 其实已经把2022年即将开采出来的 所有煤炭已经按照价格 全部卖出去了 按照现在市场价 还要高出20%左右的价格 那么基本上美国所有的 大的煤炭生产企业 都已经把2022年 大部分90%以上的煤炭产量 已经销售出去了 所以可以说对煤炭的需求 至少在明年来看的话 还都是非常积极 非常迅猛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 中国方面也是一样 我们虽然看到中国采取了 大量的行政手段去控制煤炭 但实际上这个煤炭现在 不管是说在扩大生产方面 还是说在库存填充方面的话 是做了很大的这样一些新的努力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整体煤炭的缺口还是相当大的 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知道 中国是采取了行政化的手段 希望建立一个煤炭的 这样一个价格机制 那么之前我们看到有报道说 中国调查出来煤炭的成产成本 是大大低于销售价格的 所以说有可能会出现一个 指导价格会比较低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认为实际上会加剧 煤炭缺乏的一个问题 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 很多煤炭企业可能在 经济不好的时候 可能是亏钱进行甩卖的 那么现在经济好了 可能有一个赚钱的机制 但是认为要去打破这样一个 市场的机制会造成说 这个煤炭企业的生产 可能长眼来看的话 这个缺口是否能补充上来的话 就会存在不确定性 所以从全球 不管是美国还是从中国来看 我们认为煤炭作为一种传统能源 它是占有一个基本的 在能源供应面上 占有一个非常大的基础的作用 不会说因为 现在大家对新能源 这样一些行业的追捧 造成说大家就放弃煤炭 我们认为煤炭的需求 实际上还是相当大的 那么现在通货膨胀 高期的情况之下 在对能源的需求 越来越紧迫的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煤炭的价格 在全球来看的话 恐怕还是在一个上涨的通道之中 而在中国来看的话 现在就要密切观察说 中国对价格的宏观调控 以及说对产能的调控 到底能够有效 在中期有效 在长期有效 还是说只能在短期 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们认为这个是 市场是需要去思考的 明白 那我们再来从这个能源方面 引伸到另外一个方面的 就是油价了 我们也看到今年市场观点 刚才提到的 对于今年冬季的油价 做出了其实比较高位评估 由于今年冬季 可能会出现极端气候 恐怕会将使得 这个东北亚和西北欧 也出现一个极端寒冷的天气 因此燃油的需求的升温的可能 会成为今年底到明年初 这一段时间 会有继续抬高的可能 那么原油价格 主要驱动力 大概也是来自这个方面 那么原油价格 冲上100美元每一桶的 概率也挺大的 欧洲就会面临到 很大的一个能源大考了 目前也出现了天然气需求 转向原油需求的这个现象 您怎么来看待 就是未来的这个油价的一个走势 它是不是一个阶段性的 只是说今年冬天 到明年的这个初春 这一段时间可能会 那会出现在这个100美元 100元左右 那还是说在未来 你觉得都有可能会在高位持续呢 实际上油价的这个 基本价格因素 也是包括了多个方面 其中一个方面就是 最主要的方面是 共区方面的这个关系 我们知道去年的话 油价曾经这个期货 一度低到负值 充分说明了在这个 新冠疫情之下的这个 需求出现了急剧的停顿 那么在现在我们看到的 实际上这个需求是在逐渐的增加 以至于说大家认为 可能在2022年呢 可能对石油的这个需求呢 还是会有所缺口 造成后油价上升 有一个基本面的支持 那么第二个方面 油价的价格 油价传统以来 也是一直受到 受到这个通货膨胀的影响 它是一个对通货膨胀 很好的对冲 那么现在实际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通货膨胀 是非常剧烈的 那么现在 虽然说美联储并不承认 但是通胀已经在各个地方发生 所以说油价的上涨 也是不足为奇 那么第三个方面 我们看到 这个经过这个新冠期间的 这样一个严厉的价格冲击之后 OPEC和加这样一个组织 是越来越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那么包括 以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为首的 这样一个集团 已经充分意识到说 其实在油价的这样一个 正常的趋势当中 只要不出现剧烈的增产 油价可能就会保持原有的 这样一个通道运行 那么以至于说 OPEC加多次举行会议 虽然是适当增加了产量 但我们看到油价是一直还在上升 那么在市场方面 我们看到拜登已经讲 OPEC需要改变立场 增加油价的供应 因为在美国我们看到 美国的汽油的价格 已经处于新年的高点 而石油的价格也突破了85 我来讲对美国的能源冲击 还是相当大了 但是我们看到 实际上 与沙特和俄罗斯为首的OPEC加 实际上对这样一个建议 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反应 他们一直表示说 石油市场还是相当平衡的 那么而且说 他们现在已经在逐步增产了 其实包括其他几个成员 包括伊拉克 阿尔及利亚 安格拉 尼利亚 都表示了相同的看法 当然这个OPEC加 大家会在周四举行会议 来讨论说是否会扩大增产 我们认为 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之下 实际上并不见得会 会扩大原有的 这个增产的这样一个计划 那么以至于说 严重依靠石油的 包括美国 日本 现在包括欧洲 印度方面的话 都可能会受到石油价格上涨 以及各种能源价格上涨 带来的新的一纹能源冲击 明白 那我们再看到另外一方面 这个除了大家对于今年过冬 能源的需求 包括对于说这个电类 就是这个发电类的需求 还有一个市场非常关注的问题 也是通胀的问题了 那大摩表示 美联储将更早更快加息 并预计美国经济增长 将进一步放缓至明年 那美股的基本面前景 正在恶化 另外消费方面 我们也看到在有这个 最新的一些数据有显示 在美国商务部有一份报告 按季度算 消费者支出在第二季度 强劲增长了12%以后 第三季度就骤降到了1.6% 那报告也有显示 第三季度的GDP受疲软的 消费支出影响 仅仅增长2.0% 那所以说您看到说 现在整个看到消费支出 其实它是美国经济增长的 一个关键的驱动力 那在未来 很快要迎来这个 叫Holiday Season 您觉得在这一方面 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个 比较好一点的转变 来提振到第四季度 最后这一个冲高的阶段 的这个经济增长 或者是说 有没有可能说 大家确实还会有一个 比较审慎的态度 而这样态度 会一直持续到明年呢 首先我们知道 这个经济呢 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呢 是在不温不火 在复苏当中 那么为什么呢 主要是 因为美国还是在持续进行一个 异常宽松的这个货币政策 我们知道 现在市场预计说 11月份可能会出现 缩减购债规模 但实际上购债 还是在不断地向市场崩水 还是在不断地提供额外的流行性 那么原来市场预期呢 是在后年可能会出现加息 虽然说现在高盛已经改变了 对这个预期 可能认为美国呢 可能会迫于这个通胀的压力呢 最早在明年开始7月份就开始加息 但总体来看的话 我们以为美国经济复苏呢 还是受到这个宏观货币政策的 这样一个支持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呢 其实最大的风险在于说 现在这样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呢 是带来了非常迅猛的通胀 另外一方面呢 在资产方面出现了巨大的泡沫 这个不管是在美国债券方面 还是在美国方面 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些股价是 现在是已经脱离了市盈率 它逐渐开始向市盟率迈进了 虽然说有些公司的市值动辄 是几万亿 但实际上现在的这个增长的 去猛程度是让人扎舌 可以说这样一个泡沫 最终如果是说 最后支撑不住会跌下来的话 肯定会对经济产生 重大的一个冲击 那么从这个个人消费来看 我们已经看到数据开始出现反转 而且个人对这个消费者 对这个通胀的预期呢 现在也是越来越明显 我们看到这个受到物价飙升的影响 的行业面呢 是在逐渐的扩大 而美国的这个核心PCE呢 已经连续四个月增长 同比增幅达到3.6 那这个是1991年以来的 最大月度增幅 可以说在这样一个通胀高举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劳动力成本 也是在急剧的上升 所以说现在看来的话 在个人消费方面 如果是能取得 这个超过市场预期的 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认为这个可能性并不大 现在更加有可能是说 通胀可能会持续飙升下去 以至于最后说 美联储可能不得不改变口径 来采取更加严厉 或者更加严格的 这个货币政策来 遏制通胀的发展 好 那我们再看回到 内地方面吧 内地方面是最受关注的 房地产行业了 房地产市场上 现在也是新闻不断 另外呢 也有这个外资券商也表示 内房呢 以至其联谊的效应 可能会在宏观政策方向 不改变的一个情况下 内地经济真正的一个谷底 可能受房地产影响的 这种谷底还没有到来 这只是一个预测方式 那就算是内地放宽了 发展商的这个银行贷款 或者融资的这种力度 也不足以抵消这个楼市下行 对于经济的冲击 那我们市场也都知道 或者消费者其实也都很清楚 内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整个对于内地经济来说 影响上是最大的 那么您觉得 现在有一个松绑的迹象 它能够对哪些方面产生影响 或者是情绪面 还是说真正可以缓解到一些 这个公司的流动性的这种紧张 还是说您觉得 未来内地房地产市场 一直都会这样承压下去 即便就是说宏观政策 给到一定的空间 可能市场信心也不足了 您是怎么来看的 首先我们看到 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 本身在中国经济发展中 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这个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说 其实随着中国提出说 房子是用来住的 而不是用来草的之后 实际上已经充分表明了说 中国的这个工业化 城镇化的高潮已经过去了 那么中国政府推行的 这样一个发展模式 和发展思路也是正在转型 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 从过去的这样一些负债 或者是投资 推动大队模基础设施建设 现在已经是要发展到 这个科技进步方面 那地方财政的收入 肯定是要从这个土地出让的 这样一个模式 转变到一个财产税 或者收入税 这核心的新的模式 这也是为什么说 我们在表面上看到 中国提出了要共同富裕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 经济刚才讲到了 这样一个地方财政转变 以及中央政府的 这个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 一个宏观 这样一个基本框架里面 那我们看到虽然说 中国现在受到恒大 可能会产生对其他房地产企业的 这样一个涟漪的影响 可能会产生适当的放松 但是我们认为整个层体来看的话 房地产企业的这个黄金时代 肯定是已经过去了 那么对这个房地产发展 肯定将来的话会受到的限制 也会并不会说 跟之前相比出现更大的放松 我们知道这个房地产税 也是推出在即 那么这样一个 如果持有的成本 可能等于这个房地产的 预期通胀的话 那么房价就不会出现涨幅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 再加上说中国人口的结构的变化 我们认为这个房地产行业 长期以来回归平静 或者回归平淡 恐怕才是一个大势所趋 那么对于中国政府来讲的话 它实际上还是讲到说 要让房地产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我们认为最终 房地产这个行业的政策 会出现一定的松动 会扶植几家大的企业 能保证市场比较平稳 那么但是从长眼来看的话 房地产企业并不会说 因为政策适当地放宽 会出现一个新的一轮的 这样一个发展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说 中国这个房地产行业 是存在巨大的泡沫的 那么这个巨大的泡沫 就像一个炸弹 那可以说中国政府 在过去的这么多年以来 都是立志于拆弹 然后把房地产这个行业 巨大的这样一个危机化解于无形 我们现在看到 中国政府做的这个事情 是相当成功的 可以说虽然说恒大 现在出现了问题 那么这个也是市场认为 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这样一个冲击 并没有说造成一个 非常庞大的系统性风险 还是在中国经济能够消化 或者说处理的范围之内 而另一方面我们知道 这个事情就跟美国的 这个股票泡沫是 可能美国的股票泡沫 在某种程度上 跟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相比的话 也可能更大 但是美国的这个资产价格 资产泡沫的话 是受到全球资本的追捧的 不仅仅是对美国经济产生冲击 我们知道投资于美国债市股市 是来自于全世界的资本 所以说可以说美国的这个泡沫 最终如果出现崩溃的话 是影响至全世界 但在中国方面的话 房地产泡沫如果出现崩溃的话 只有影响到中国 所以这也是中国不得已 采取了这么多严厉的措施 去遏制房地产的这样一个发展 改变房地产的这样一个 可能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 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认为房地产的这个政策 可能会出现一些松动 但是从长远来看的话 还是会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 而房价随着这个房地产税 资产财产税的这个推出 房价也会受到控制 恐怕在更长久的范围内 可能会出现一个 并不会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 明白 确实拆弹专家不好当 并且房价回归理性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不是坏事 可能对于长远发展 更是一件好事了 那么这一段时间 非常感谢许先生与我们的电话连线 为我们带来一个深入的解读 谢谢您 好 这一时段的财经世界 也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再会